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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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的刑罚也是无限而永恒的 实际上圣经说有地狱就是有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 什么是神的话语呢 那就是耶稣自己 约翰耶稣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第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了他的荣光 正是不独生子的荣光 如果不相信圣经说的地狱的存在 就等于不相信上帝的话或真理 地狱到底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看世界对地狱的描绘 今天的书本 电视剧 电影或娱乐媒体等等 对地狱的描绘各式各样五花八门 但我们普遍可以看到的是 有恶魔与天使 阴间的审判官阎罗王 生死部地狱使者投胎 然后说什么 喝一碗孟婆汤 走一遍奈何桥 把前世今生都忘得干干净净 来是再重新投胎为人 如果全部闯完成功就可以顺利投胎 如果闯完失败就要被打入18层地狱 接受被大火焚烧的惩罚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韩国 高寿式的韩剧 德鲁纳酒店 孤单又灿烂的神鬼怪 以及电影与神同行 剧中有谈到 帮助亡魂了却心愿 里面的阴间使者超级帅 阎罗王也是超级帅 在现代媒体的制作与创意之下 地狱似乎是很可怕 但又没有那么可怕 好像是可以走一趟 再回来的一个恐怖旅行罢了 人们还开玩笑的说 他们想去那里 希望那里有啤酒喝 不把地狱当回事 但地狱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他们根本不了解地狱多么可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圣经中所谈到的地狱 是个怎样的地方 相信我 是你我绝对不想去 连想象都觉得很可怕的地方 首先我们看看 谁有资格进入地狱 在我们的印象中 地狱中各种刑罚 属于使而不赦之人 最后去的地方 进入地狱的条件是什么呢 很简单 没有悔改信耶稣为个人救主的 就通往地狱 这就是耶稣告诉使徒的话 他说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因为如果不属于耶稣基督 那么就是属于魔鬼 你不必是杀人凶手 亵渎神明十恶不赦的人 不一定是撒谎 背叛不孝犯奸淫的人 我们都是罪人 都会犯罪 罪恶的代价就是死亡 如果没有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就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 死在自己的罪孽中 所以如果不悔改 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并顺服他的 这里将是他们永远的 永恒的目的地 也是大多数的人都会去的地方 那么圣经怎么说地狱呢 地狱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让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 圣经中提到地狱超过五十次 更有趣的是 耶稣提到地狱的次数 比提到天堂的次数更多 而且他非常生动地描述地狱 现在让我们看看 圣经里描绘的地狱 是个怎样的地方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 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远 正如天堂是永恒的 地狱的刑罚也是永恒的 在地狱的每个角落 都有持续不断的恐怖酷刑 而且是永恒的折磨 有许多人误以为 地狱是撒旦及恶魔 行使统治权的地方 事实上 地狱是撒旦及其恶魔 遭受永恒刑罚的地方 马太福音说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诅咒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黑暗之王不会胡飞 而胡作飞为太久 永恒之火为他们预备好了 进入地狱的人将和恶魔为伴 因为地狱会有许多的恶魔 地狱中的刑罚是怎样的呢 是个怎样折磨人的地方呢 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说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永恒的刑罚的地方 是有永恒不灭的火焰的 地狱有永恒的火焰 另外还有烧着流矿的火壶 我们看启示录 唯有胆怯的 不幸的 可真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粪就在烧着流矿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地狱中将有永恒的大火 流矿壶 还有不断燃烧的火焰 地狱里还有哀哭切齿的声音 马可福音说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 天使出来 从一人中把二人分别出来 丢在火炉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马可福音这一节有点长 我只读48节 倘若你只有一只眼 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 进入神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 被丢在地狱里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去掉一只手 一条腿 或一只眼的痛苦 都不比丢在地狱的苦 因为在那里虫是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接下来我们看 地狱也是昼夜不得安宁的 圣经说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授和拜授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地狱不只是有恒的刑罚 还是昼夜不停的刑罚 没有片刻安宁的时间 另外 到了地狱 身体和灵魂都要受到折磨 圣经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 地狱也是个没有上帝的地方 没有上帝就不会有光明 恩典 真理或爱 上帝的妄能之美 将不再以任何方式 被看到或感受到 贴撒罗尼加后书说 他们要受刑罚 就是永远沉沦 离开主的面 和他全能的荣光 我们来总结一下 圣经里这个火焰之地 是怎样的呢 听了以上 对地狱的描绘 你是否觉得 是非常的可怕呢 我们知道 地狱是真实的 魔鬼也是真实的 在这世代里 黑暗之王对人们 虎视眈眈 他用谎言 欺骗人们说 上帝没有再听你说话 上帝不在乎你 上帝不是真实的 魔鬼在人的心中 撒下焦虑 沮丧和愤怒 总之魔鬼千方百计 要你去第一 试图尽可能的 让你远离上帝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 物要谨守 惊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大多数的人会去地狱 马太福音里 耶稣说 你们要进宅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这是圣经其中最令人沮丧 令人心碎的一句话 但却是真实的 大多数人走着通往毁灭的宽阔道路 他们为自己而活 所做的事对人无意 也不荣耀上帝的名 好消息是 你可以悠转 可以改道而行 前往天堂还是地狱 人们可以做选择 无论你喜不喜欢 真理将超越一切 战胜一切 上帝连犯罪的天使 都不会放过 他也不会放过我们 彼得后书说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但是上帝是爱 他给我们时间来到他面前 如果我们相信 并接受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救主 我们就不必承受 火狐的刑罚 因为耶稣基督 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过 并承受了我们 应该承受的刑罚 通过在十字架上 偿还我们的罪 以使我们拥有永生 而不必面对永恒的刑罚 如果我们悔改相信 我们可以在天堂 读过永恒 而耶稣已经打开了 狭窄的大门 约翰福音 3章16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复永生 以福所书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就是说 如果要得救 进入永恒天堂的国度 你只要相信 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 这是白白 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世上的人认为 不相信上帝 不和上帝有牵扯 就无需面对审判 就和上帝没有关系 人们甚至以为 生前和上帝没关系 死后也将摆脱上帝 事实上 人们如果不是经历上帝的慈爱 就会经历上帝的公义和愤怒 无论如何 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制作这影片 阅读资料时 我的心是两方面的 一是沉痛与紧迫感 因为在圣经中 关于地狱和永恒的刑罚是真实的 而很多人正在通往那里去 所以更迫切的希望 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而得救 另外一方面却是无限感恩 感谢主 我们本来是罪人 本该面对公义的 却给了我们怜悯与宽恕 这是巨大的恩典 值得我们热切的感谢和赞美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希望你点赞订阅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意见 祝福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